不過也有公衛專家說 其實端午節後 中南部的疫情也將會下降 接下來記者李作恆 就帶我們看看 專家是怎麼說的 現在的疫情 其實在北部 看起來是區域比較平穩了 不過南部呢 是在上升的趨勢 那現在看到這個 病房的空床率來看的話呢 台北市是有39.2% 而北區是50.6% 中區是46.5% 但是你看到在南部的話呢 南區是28.8% 高屏地區是51.6% 新光醫院的副院長洪子仁 他就說雙倍在520後 這個確診明顯是有下降的趨勢 當時確診率是10%到12% 而中南部他認為 預估在6月10號的時候 會達到轉折點 估計7月底全台大約6000例 而每天還是呢 在南部部分呢 是增加5%到8%的確診 那加上轉折點10%到12% 這個總確診是15%到20% 但是他認為中南部 因為都市的特性 以及接觸的強度不同 所以疫情要降溫相對來說 也會比較快 但是啊 現在這個專責病房 如果不足該怎麼辦呢 他就提議哦 說其實可有一個方式 是協調南並北宋 好 那不管如何 現在累積數字已經不少 OMCOR的傳播力實在很強 直播同時也有研究說 OMCOR後遺症的比例似乎沒那麼高 就請作恒帶我們看看幾個最新研究 其實很多人擔心的是說 如果感染過新冠肺炎之後 可能會出現一些後遺症 也就是所謂的長新冠 那這些症狀啊 也可能會導致說你的生活受到影響 不過現在中研院的研究員何美翔就說 大家也不用過度的自己嚇自己 因為現在的主流病株 OMCOR看起來 所謂的長新冠的機率呢 反而比起其他的變異株 是比較低一些的 在引用的是英國國家統計師的 一份數據 就說到OMCOR的長新冠比例 是只有7.1% 那別點1是8% 別點2是9% 另外根據一份沒有經過同儕評審的 日本研究也顯示說 OMCOR的這個機率是5.6% 而別點1是高達55.6% 所以他說啊 OMCOR的長新冠率 看起來是比其他的變異株還要低的 很多人都是自己嚇自己而已 但是在致病性上呢 也確實是有一些不同的 他說OMCOR的死亡率 大概是Delta的20%到25% 還有不少人更盼著可以出國玩呢 接下來我們也請坐橫 帶我們看看交通部長王國才是怎麼說的 很多人都在喊呢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出國呢 我們的邊境什麼時候會解封呢 現在交通部長王國才 就是說開放觀光的出入境時間點呢 不一定會在7月15號哦 當然呢 前面呢可能國旅啊 會先練兵一陣子哦 看看這個狀況是如何先試試水溫 但是這個時間最終還是要等到指揮中心來拍板決定 那現在有些機組員呢 他們也在爭自己的權益哦 像他們就說希望可以朝向0加7來開放 也就是呢 他們可以透過每天的篩檢快篩的方式呢 這樣子呢 他們說自主管理哦 而長城機組員的檢疫措施呢 現在也還要再拍板 那未來當然呢 這個會不會用以篩代檢 以及呢 打滿三進是不是入境就不用呢 先隔離 或這個林佳琪啊 是不是每兩天快篩或是進行PCR 這些都還要等待這個交通部 跟指揮中心來進行討論